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我们讲到收藏文学 它有两大系统 一个是词曲细 反腔体 一个是诗战细 曲牌体 这样的一种两大体系 后来影响到细曲 细曲业完全是这两大体系 所以我老早就说过 细曲大细 其实就是收藏文学 变过来的 把本来说说唱唱里边的人物 各个变成怎么样 变成化妆的也出人力 站起来也 本来只是全知观点 一个人知道天下 在说给人听 现在变成的人物 现在变成的人物 站起来 带听那个人物 说话演给大家看 就这样 所以 收藏文学 可以说是 戏曲的 全身 甚至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也说过呢 这个失散戏 板腔体 因为它没有弓调 没有曲牌 只有歌唱的那个腔调 还有节奏的板演 因此说板腔体 文学的形式 载体 就是 诗战的形式和载体 诗代表 唱词一句话 几个字啊 七个字 战是十个字 我们也说过 七个字也好 十个字也好 都有他们的怎么样 他们的音节行事 七个字是以什么 七三 不是 四三 的单诗句 为 为正格 变格是什么 三四 的双诗句 那么 战体的十言 十个字 我们说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啊 从明代的宪宗 成化年间 才开始有 那么 诗呢 早在什么 旁代的 辩文 就已经普及了 普及了 那因为 那因为这个 十个字 和七个字 它 巨法是整齐的 所以我们也叫它为怎么样 齐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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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种的音乐呢 就比较离俗 简单 因为 关键性在它 有没有取牌啊 没有取牌 所以有取牌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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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文铁学 和戏曲 它是走上 雅的道路 还是走上 离俗的道路啊 就雅的 道路 它自然走上 这个 比较优雅的 这个 文学体式 那音乐呢 也是怎么样 音乐 由于取牌 它有几率啊 发展的结果 有八率 所以它就走上了 我们说 精致的 艺术歌 歌曲的 道路 那这两大系统 代表 一熟 一雅 交相 地籍 这观念很重要 这观念很重要 好 我们今天呢 又 来 补充上个礼拜 所讲的 这个 曲牌体的 也就是 词曲系 曲牌体的 收藏这部分 發展到 送金之间 是什么东西啊 诸功调 对不对 诸功调 那么 诸功调 是在北宋 就有 在南宋呢 又发展出了 另外一种 体式 它叫 唱传 在北宋 有一种呢 叫 船塔 那它又叫 穿打 穿打 你看 穿塔 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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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文学 这也会 就是 音进的 什么 而变 声音相同的 而变 这个在词文学 你不懂的这一点 常会把它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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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演出的方式 原来是 一诗 一词 这样交相 必有 再 变呢 就变成一词 还有 另外一个词 也就是说 这个词呢 替代了 词 然后呢 再变 就 比如说 H B 像这样 循环 AB 这样循环 那这一种呢 常常是 连在一起的 所以就叫 祖母雕 祖母雕 比如说 到了圆渣记 圆渣记的别起呢 就有 这个 滚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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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绣球 像这两个调子 在正宫里边 它 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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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两个调子 在正宫里边 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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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将 的交替 这个就是传踏 传打 的一种形式 好 好 慢慢的呢 在 南方呢 又产生了一种 唱撰 这个撰则的意思是什么呢 说啊 因为乐曲非常好听 很好听 可以引人入圣 让你不知不觉 哎呦 怎么就没了 就唱完了 就把人类 代替情境而生 转就是骗你 我们说转曲 这个词汇结构 或者转人眼泪 都含骗的意思 也就是你取得 就要用一些方法 把它骗取 转人眼泪 啊 就是说到 触动人 把人的情感呢 怎么样 带进来 骗取了他的情感 眼泪就流出来 所以这个转 在民间呢 是形容他 呃 乐曲好听 引人入圣的意思 好 这一种出来了 那么从这个 谈法这里呢 要引人生之一种叫 谈恋 这个令呢 这个令呢 就是乐曲呢 很美听的意思 很美听 很美听 把这个美听的曲子 一个一个 就是 把他 把他 黏醉在一起 有所有为 比如说正所起 这样一套的曲子 就叫禅念 好 就叫禅令 好 禅令后来 把这个 钻 也吸收进来 所以这个钻呢 可能就在其中 出现 在某一个部分 在某一个部分 比如说在 在这里 起之起之之后 出现了钻 当他出现的时候 这个音乐怎么样呢 他对前后 都有一种 衔接 转换的作用 这个叫唱转 所以唱转的转 其实 没有独立 都是在禅令里边 附带的 这个唱转的转 各位 到了南渠 他又改来一个名字 叫 胡适 胡适 所以 我把这个呢 这一种 禅令 叫做 代转禅 像这个呢 所以 所以禅令 和代转的禅令 这两种 在这个 朱宫调里边 通通被用上 这个是在 南宋 宋代的 南北宋里边 乐曲现象 那么 那么 在这个 我呢 曾经啊 把它 整理过 观察 我们中国 曲牌体音乐 发展 发展的 立场 就各位留意 后来 施德玉教授 也上过我课 他又把它 稍作整理 后来我们又把它 弄了精密一点 叫做 曲牌呢 如果说曲牌可以聚重乘曲 那么它的历层是怎么样的 各位 各位把这个 记住下来 这个很重要 你 把这个立场 抓住 不通 不通 曲牌 有个性 其中的个性呢 有他 自己呢 孤独的 不和人在一起的 知曲 孤独单一的 如果他永远单一 就好像一个人永远单身 好 那他就是 一直不顾 这个知曲的 珠 有时候又醒这个 我的书在大陆出版 一定把我改成这个 然后 改成这个 请先我说话 他们一直是这么醒的 所以又把它变回去了 这个叫知曲 那么知曲呢 有些啊 也有一种 自我壮大 所以就第一步 知曲 第二 这个 词会要记住 重陀 重陀 事实上是重叠 重叠的意思 你看 知曲 就是我们可以说小调 民间之有许多小调 像台南有印和调 台东有台东调 哦 还有那个 林东有诗香 诗香 诗香齿 诗香之 这样子 那么 有些就会 把一支曲子 来反复歌唱 譬如说 我们有五根调 对不对 那么请问五根调 就是我们反复几次啊 五次 五次 对不对啊 总共一二三四 四季相识呢 就是四季 一月里来 二月里来 还有在早期有七张鸡 或九张鸡 像这些歌 它事实上是重叠的 我们叫重陀 那么重陀 那妈妈呢 我觉得重头啊 要变重 变重 因此呢 要所谓 重头变重 重头变重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唐宋大群 就是唐宋大群 这个发展完成是宋大群 他都用池掉 唐代用诗 鸽子用诗 宋代用诗 那他怎么变重呢 起先 第一部分叫陕西 第二 叫排列 第三 叫路透 好多 而陕西呢 包含 好几个乐章 排列也包含 好几个乐章 所以各位 他是一个怎么样 很大使的怎么样 大使跟音乐 公田音乐 很大使 在陕西这一部分 就是用陕板 陕板的怎么样 演奏的契约 用契约来演奏 契约 排列呢 是 这个有 有管演的 有管演的他是来歌唱 所以 这是歌曲 入末 是来舞蹈的 入末的这个节奏加快 这波 也就是说 繁衍呢 在排列里面 大概一板一眼的四分之四 好 到了 四分之一 这样的变重 入末以后 更快 快到有什么 就是说 包括撞板啊 很快速的这一些 变化 或者滚板啊 所以他有前滚 中滚 后滚之类 更是舞曲 是大曲 因此呢 他叫大曲 也就是很庞大的曲 我们所知道的 杨贵妃最喜欢跳的叫什么呀 民上五一曲 就是这一种 就是这一种 所以这一种呢 在 唐宋之间 各位 就虽然他 主要的 取义是 一支的不停反复 但是分作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的音乐的变作方法 都不一样 你比如说 到了 排便 这个便为什么这么写呢 现在 事上就是他节拍式 变化 所以 你看 你们看到曲牌 在唐宋之类变 怎么样 表示 这一件乐章 是类变出来 排便的第一支曲子 第一支曲子 叫歌筒 折掉 所以你们读到苏东坡 有一支大棋 他把大棋 叫水钓 他把水钓里边的 排便的第一支曲子 摘出来 就叫折掉 摘掉 摘掉 所以磁牌 有一部分 就从大棋里边 摘出来 就很多 在磁牌里边 那 那 如果呢 你从这个细曲里边 闪去这部摘出来 那可以哦 练乌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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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棋的细 能送 一起送在花 这个之后 有的人 就在 在这个曲子本身 来变化 就是 换掉 换掉的三个意义 就是 风调之间 这些 风调之间 这个什么样 就是 护用 护用 那他就扩展了 这个 换回来 好 第二种情形 是 取牌 取牌 很深 但是 取牌本身 他有分做两个类型 第一个 保留 这个取掉的 Slow Slow 例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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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棋症 这个 这个曲子 破棋症 是怎么来的 开头 保留破棋症的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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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 或数据 中间 这边 插入其他曲 保留说 破棋症的所谓 一两句 或是三四句 看取牌的这个情况 中间插入其他的曲 取牌 如果中间插入 一个取牌的 叫怎么样 就叫一犯 破棋症 插入两个是二犯 很少三犯 三犯也很小 插入三个曲 三犯以上的 第二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 请来为本身判掉 叫集曲 集曲就是 把几个曲子 截取几句 集曲 集合在一起 但是 被集合的第一支曲子 一定用它前几句 被集合的最后一支曲子 一定用它后面几句 中间就可以随 集曲 可以集 两支以上 比如说有一个 学养集 顾名思义它提到几支曲子 十支曲 有乌山 十二公 用它集合集 十二支曲子 十二支曲子 像这样就是大型的集曲 最多到三十六支 最多到后来文学、音乐家 都要称才 设称才 表现特殊 这种称才 大概都几人一次 不会要继续 就像我们这一次演出的 那個什麼 舞企 我看得到此為止 因為要找個 給這些花蓮變昆曲實在很難 我聽他們唱 唱得很難過 但是起碼我們把它演出來 從此以後說 昆劇有沒有花蓮當主角了 沒有啊 有有有有 曾榮毅和王雄女被告 那類似這樣 集體也是越來越複雜 這之外 你看 換掉只有三個類型 開始呢 就開始 一種 取組 就像你們之間 拿幾個朋友常會聚在一起 對不對 因為你們自同道理 性情相合 集體第一個 被我們用的呢 在 南邊群 有一種叫代過群 代過群大概最多三個 三支曲子 有他 看到他 就看到你 像這個什麼呢 什麼 摘桂殿 代太平面 戀是這樣的 那麼三支曲子 四支曲子就很少 幾乎沒有 所以他 形成一個很緊密的 曲樂曲的關係 如果各位啊 看劇本裡邊 尤其悲曲雜曲 你看他的那個排列 有幾支曲子 總是黏在一起 中間 連冰擺都沒有 要唱就 一口氣把這三支曲子 唱了 才一個段落 他演出的 琴卡感排長的 內容 是獨立的 是 緊密在一起 這就都是 代過群 運用到 聯號裡邊 第二種呢 就是 元代啊 金元時候 有一個叫 資安 資安倡論 所說的 孤舊兄弟 這個 叫 叫 孤舊兄弟 你說各位看 元代 元代劇的第一則 他開頭的七支曲子 常常可以成為 一個群組 鞭匆組 鞭匆組 猶夫魯 混江龍 季生長長 金長兒 烈石正心 他們都會在一起 這個 金元之間的 朱鞍 是 含 中國歌曲 歌唱和藝術的 一個重要的書 他寫得很簡單 但意涵相當深 成為 曲主 好 這個代購曲呢 他有分三類 藍曲 代藍曲 別曲怎麼樣 代別曲 然後藍代別 藍代別 藍代別 分奏這四個類型 必要呢 使他這個樂曲的 聚眾層群更加 好大的 我的命名 就是我給他的命名 這樣說 雜醉 雜醉就是把 民間啊 民間啊 流行的一些小調 流行的小調 你根據你的需要 小調也有小調的特色音樂 你需要什麼 就抓一支來用 第二支曲子 也隨便就可以抓來用 他們之間不必要有什麼樣的音樂的連鎖 的組織 就按照創作者的需要 就可以抓來 我們的歌子戲啊 就是在歌謠 小調的雜醉 所以歌子戲一邊 所唱的樂曲 還是相當初級的 民間小調的雜醉 如果你加入 像 歌謠比較 還保存歌謠的這個 濃厚的 銀送 圖歌的這個 成分的七十調 或者是 都馬調 都馬調是雜鈴過來 然後 你來一個 茉莉花調 又來一個 台東調 又來一個這個什麼呢 寄生草調 什麼調 這樣雜醉起來 演一出世 就叫雜醉 雜醉 即使像 長生殿這樣的劇本 他音樂已經很高了 他對於 淨醋 有時候會運用 雜醉 像第五出裡邊 不不 在這裏說錯了 不是第五出 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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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臣 要送荔枝 給 那一出名字叫什麼 啊 禁狗 對 好記憶 禁狗那一出 就是雜醉 雜醉 好 雜醉 雜醉之後 如果就南北區來說 就是應用啦 我們剛才說 民間歌謠的那個 前代的大曲的 從頭變座 從頭變座 用從頭變座 從頭變座 在北區 就是有好些後邊 在南區 就叫前腔 請用到前腔 比如說 戀龍交戏 然後 前腔 有時候他用前腔 有時候他用盧啊 前腔 換盧 那麼像肥群 肥群就叫腰偏 事實上叫後偏 讀後 他有時候也會後偏換 像肥群一邊 白鶴子 他就有很多後偏 白鶴子後偏就後偏後偏 什麼叫後偏呢 就是從頭 後偏的這個本字 就是這個後偏 後偏省文下來保留這個 這個就是讀腰 這個也讀腰 所以我們一般都讀成什麼 腰偏 其實應該讀後偏 才對的 那前腔就是前邊那個腔 面如交系 然後前腔 就前邊那個腔 意思就是從頭 在戲曲裡邊 這個常用 但是它變作 因此呢 像四支曲子 前兩支一定比較慢的 一板三眼 後邊一定比較快的 一板一眼 就是變作 好 這個在 在那個南曲戲文到 傳曲 這種現象很多 很多 但是它的根源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唐宋大曲 傳下來的 然後 也用到了 它這個患頭 患頭呢 一般人不知道 那個頭到底什麼意思 頭組成的 就是前腔 後偏的那個 第一個 運場 開頭的第一個運場 一般人會以為 明月幾時有 就是它的頭 一般人會以為 明月幾時有 就是它的頭 這一句 到後邊下半 轉諸葛第一起步 照五秒 這個 就是它的幻頭 其實錯了 第一個運場 就是明月幾時有 運腳最腳出現在哪裡啊 把酒問清天 所以這個運場 事實上是幾個陰節過程的啊 十個陰節 它貪魄為怎麼樣 兩句 貪魄我們都講過了 兩句 那後偏呢 它換了 變化 就變化 由十個陰節的變化 從幾個陰節啊 九個陰節 因為那個天 八九問 明月幾時有 八九問清天的天 才是運 對不對 所以一個運場 是 這個以上的 所有的陰節都在這個運場裡面 說不知天上公雀 今夕是何年 第二個運場是什麼 年呢 那這個第二個運場是幾個陰節過程啊 十一個 它貪魄為什麼呀 兩句 不知天上公雀 六個字 六個字 圍句 是雙四運節 所以 下半缺 下半缺事實上是第二個樂章 就水雕歌頭來說是第二個樂章 那每個樂章 那每個樂章 如果保留原樣 就叫後偏 如果改變第一個運場 就叫換頭 所以第一個運場 本來是十個陰節 攤魄為兩個五五的單式陰節 它的九個就變成九個陰節 它就攤魄怎麼樣 三三三的怎麼樣 三三三 三句的三個單式陰節 這就叫換頭 現在懂了沒有 不只開頭那一句而已 是以運場為基礎的 這個轉換到我們的詩句 是從頭變重 在別曲叫做後編 在南曲叫前腔 然後第七就是運用了 長塌的怎麼樣 怎麼樣 長塌的指引叫 我們說AVAV的曲子 例子剛才也有 也有 第九 就是這個 開始進入套術 這個套術事實上就是宋願曲的什麼啊 纏列 就剛才宋願曲的纏列 AVCV 這樣下來 纏列裡面 也可以帶怎麼樣 帶狀的纏列 這個也被 繼承下 南曲也繼承下 好 這些套術 由不同的曲調過程的 有時候有為 因此呢 成為一個 結構完成的 成為一套 那麼這個套 如果某一種套的這個樣子 結構 一再的被 人家 沿用的話 比如宋願明清 都會用它 它就成為一根典範 對不對 那時候叫什麼 套式 好 我們接著說 那麼到這個套術 套術就是大家覺得這個組織 演出來音樂 最美 能應用來 來承載的劇情 是最多樣 它就形成一種典範式 這個叫套術 這個套術啊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產生的呢 從琵琶祭 明初 原末明初才開始 還有精彩祭 他們傳下來的套術 最多 那琵琶祭 就屬於比較雅的 精彩祭就屬於比較怎麼樣 熟的 所以這也可以看出雅熟之間 其實是兼容怎麼樣 兼容並細的 好 那套術 由 悲起 我們叫筆套 然後怎麼樣 南套 南套 和套 北套都用北取 南套都用南取 和套 就一北 一南 或者一南 一北 當然呢 一北一南 比較多 比較多 那麼在這個 這個過渡期 這之間的過渡期 有一種啊 我把它叫河槍 在以前河槍 就等同核桃 等同核桃 但是我把它分開了 所謂河槍 其實存在南北取之間 那就是 南北取 這個什麼呢 前後 前後這個什麼呢 哪有 也就是一套裡邊啊 前邊北取 後邊南取 或者前邊南取 後邊南取 甚至於 整套的北取邊 中間夾著 包住的南取 像這種呢 我就把它叫做河槍 河槍 河槍事上 是這套術裡邊的 一種形式 所以河槍呢 事實上 是第十種現象 那麼各位 從我們剛才說到這裡的 就是 這個樂曲呢 聚眾成群的 那些方式 那些方式 把它整理起來 各位掌握了 本身就是一個 一個這個什麼呢 學問 什麼叫學問 就是你把它系統化 別人 說不出來 他就是學問 好 那麼在 這個 取牌體的 到了 元旦 我們所有 和元旦劇那樣 取牌體的 這個什麼呢 天保儀式 諸公調 這事實上就是怎麼樣 就是 說唱不去 很奇怪的 卻沒有用 南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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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純粹的南曲 來作為 說唱 元 明 清 都沒有 只有 在清代 出現了一種 叫做 牌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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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形式 就是用曲牌的 但是 說唱 就以 師戰 師戰體 師戰系板腔體的結構 說唱的最多 而且 壽元明清 都是如此 比如說 宋誕 我們曾講過的 陶 真 對不對 癌子 都是 這個 奇言體的 師戰 本身體 元代 的平畫 瓷畫 也一樣 明代還是瓷畫 我們說瓷就是 英文 畫是什麼樣 閃文 所以 一般說來 就叫 元明之畫 元代元代 清代呢 就是 北方的壇子 南方的 北方的古族 古族 南方的 唐子 唐子 唐子哪裡最有名啊 書桌 對不對 所以說書桌 唐子 還有在 北京 其人 子弟 裏邊 也有 叫子弟書 子弟書 也是齊演的 但子弟書 有時候加入 歌唱的時候加入 那個 特殊節奏裏邊 所謂句子 是 滑動的 比較長的 後來發展成 這個白話 我們白話小說方面的 比如說有 平書 平 這和平的平 事實上這個平是什麼意思啊 批平的平 也就是說 說唱者 他一邊說故事 有沒有一邊在批評這個 故事中的人物啊 告訴聽眾 像這樣的人 哎 不要學他 學的會怎麼樣 等於對人間的視力 他有一種平穩 那現在有一種平濟 在河北的平濟 是不是我們現在說 經濟的 在台灣曾經說過的平濟啊 不一樣的 那個平濟事實上就從平書 過來了 好 那清代的人都 很相當發達 收創人寫 其實是可以開門課的 可以開門課的 各位呢 把它自己看 我這個都寫得相當清楚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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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